大家好,我是露露 最后刚才我是邱子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国内的新闻 这个槟城又发生大件事 嗯,是,那这个联邦直辖区的部长 那就是司理东国安娜呢 就说了如果槟城呢 列为联邦直辖区的建议落实的话呢 除了可以保证公 保障公平的发展以外呢 也可以协助 槟州的屋翼实现拥有 买房子的这个愿望 那这个 他就说了嘛 槟州的政府呢 没有主动的去解决物价高涨的这个问题 反而呢 这个国阵的政府呢 推出一个马来西亚人民的房屋 以及一马公务员房屋 以及联邦直辖区可负担的房屋计划 却可以避免发展 发展上发出这个高出的这个售交屋 如果国阵可以办到的话呢 槟城也是可以办到的 所以我很疑惑 为何行动党会对这个课题跳脚 那这个呢 他是说到 他其实只是提出一个建议 将这个联邦直辖区 联邦直辖区 那其实他提出的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呢 是根据这个 他要把这个 佛罗交易 槟城 以及部分马来西亚土地的 列为联邦直辖区 不是马来西亚 马六甲 我刚才说马六甲不是 马来西亚 我刚才说马来西亚 没有吗 就是部分的马六甲土地嘛 列为这个 是对你刚才说部分的马来西亚土地 哦 ok 可能我念的有点快 好 就是这个马六甲土地呢 列为联邦直辖区 那这个法律证家就说了 呃 这个事情呢 其实你是要修订联邦宪法呢 你才可以做到的 那意味着呢 你必须要取得朝野的同意 你才可以呃 确定落实 那其实他就说了嘛 东郭安呢 他在列出的这个诗文呢 他说 其实帮助屋业拥有房屋 而我这个我就觉得是呃 可能有点带有一点 种族的味道又出来了 哦 习惯就好了 做了所有事情 你都是要挑起那个种族的东西呀 这个 不然就是呃 谁跟谁呀 哪一个党跟哪一个党啊 这些你还不习惯吗 看来这一个呃 大选的确实是要 要呃 要 他的这个呃 应该是要到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很有可能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其中一个tactic 呃 让大家呃 就是因为宾州嘛 很有可能就是这个 行动党永远的天下了 因为这个行动党 我们才刚从槟城回来吧 嗯 我们也知道这个 槟城人是有多么爱他们的灵冠英雄 这样的是不是 是 就是大家都说 哇 我们的灵冠英雄 这样极好又极好 然后就觉得说 我骄傲 我身为槟城人这样子 呃 这是真的 真的 啊 就如果你 我们这样子当初我们还没过去 就是实地考察 对 的时候 可能我们还会觉得讲说 呃 这是我们都在自己说 就是我们在看 新闻上面说 但是当你真正真正的接触以后 你就会发现到说 其实他们当地的一些民众 真的是非常的爱灵冠英 他们真的是非常的尊重灵冠英的 嗯 对 那所以呢 这个呃 所以嘛 这个乌统嘛 很有可能就是说 呃 这个我要把它做成这个联邦直下去啊 然后帮助 无意啊 拥有房屋 这个无意听到了过后 就觉得说 哇 真的是呃 为了这个房屋 我去吧 哎 很有可能不是 因为这个无意呢 卡布奥也是对这个林灌英的的这个呃 这个证证件呢 这些等等的都非常的瘦弱 然后就非常的喜欢 那不过其实呢 他在中文案的在提议的时候呢 这个法律专家就说了 这个其实你必须要修订联邦宪法 你才可以 你才可以做到的 为什么 因为根据联邦宪法 第一二条文呢 已经缠名了 我们国家有13个州属 那如果将原本属于州属的土地呢 化为联邦直下去的话 理论上来讲 其实是可以办到的 但必须要取得国会三分之二的同意 你才可以修宪 那这个问题呢 是一定要修宪的 因为是涉及各个领土呢 各州领土边界的这个问题 所以不管是将州属的一部分割出来 还是将整个州属呢 列为联邦直下去的好 你都不需要修订宪法 而且他再说了一句话 我觉得他直接打枪了这个东郭阿兰 为什么 他就说了这个 他认为东郭阿兰在提出建议的时候呢 可能没有从法律的角度去详细研究 更多可能是政治发言 你要知道东郭阿兰 他的这个职位是什么 这个东郭阿兰的职位是联邦直下去部长 哦 他没有看这个法律 他就说出这番言论 根本就打枪了他的这个头衔了 其实我觉得 这可能是他不爽啊 所以他这么讲了吧 因为他们说出 我觉得政治人物他说出一句话的时候 他不会是没有考量的 他一定会有先考量过所有的东西 他一定是事先想好 要打出血 要打出血 因为我们马来西亚跟我们其他国家 是不太一样的 有些马来西亚政治人物 他说出话真的是没有用脑想的 可能他有用脑想啊 只是他想的是想偏啊 想偏了 对啊 他真的有用脑想 你不可以说他没有用脑想啊 如果他真的用法律的话来说的话 他就跟你说 如果我懂法律的话 我早就是当律师了 我还在这里当部长嘛 这样子 不过其实呢 也是就是这个 就好像特朗普 把部门布的这个罪行行政命令 这个移民的这个移民令嘛 这个就跟自己的司法部 跟自己的司法起冲突了啊 所以东方呢 他不要再做这个特朗普 再步入特朗普的后臣嘛 毕竟你步入特朗普的这么有一个大牌的这个 头衔在嘛 可能他是封他为偶像 然后他就是要跟他步上他的脚步 因为通常那种偶像和歌迷之间 就是歌迷就是会追随偶像干的事啊 所以可能也许是这样啊 对 所以呢 这个 这个列为这个直下去呢 其实还有就是这个林冠英 因为当然林冠英也要出来说几句话的 对不对 因为这毕竟是光顾到他的这个州属嘛 所以呢 林冠英呢 他就要捍卫兵州 所以他就有了这个 我爱槟城的这个运动 是 其实讲说这样子看来的话 其实是林冠英是根本不想要 就是让槟城成为这个 联邦直下去的一份子的 所以他就发出了这个我爱槟城的运动去捍卫他们自己的槟城 他也认为讲说他们必须要以另外一种方式去捍卫 已经确保这个冰城的存在 即便是对于国阵啊 他们用一些充满憎恨的方式 他们就要用一些充满爱心的方式 所以因此他是非常建议讲说要推行我爱槟城 就告诉这个就以行动 以行动去告诉国阵讲说你不要过来 搞我们槟城 这槟城是我的地方 你国阵就去港地国阵的地方就好了 是那这个 他就说了嘛 就是这个很明显 就是这个 国阵的这个其中一个手段 为了要把冰城给夺回来的其中一个手段 所以呢 这个当然可能冰城的人 我听到了这个 可能就觉得说特别的反抗啊等等的 还是什么的 所以呢 这个他就有说了嘛 冰城中不是国内最穷的州属 最穷的是沙巴 吉兰丹以及邓家楼 如果真的要协助的话 应该是由这些州属 州属为先的 那他也说了 联邦宪室也强调了 这个大马是由13个州属组成 那冰城呢 是其中之一 如果要将冰城化为联邦直下去的话呢 就是必须要通过这个州属会三分之二的嘛 所以他就说了这个国阵呢 你不要再发漏了 你可以消灭冰州 这个州政府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那他这个 他认为呢 东国安呢 也是知道新联州政府是不会同意的 那所以如果国阵 因为冰州的话 就有可能交出冰城 其实我觉得真的很奇怪 就是你把它列为 他是一个直辖区人 那他们就不再是 就讲说冰城已经不存在了 那冰城是不是要被改名 那冰城人以后是什么人呢 就很像 就很像有时候我们讲说 你回你的中国啊 就叫华人回中国嘛 是 那现在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我也不知道啊 要等到这个事情 如果真的落实的话 可能就叫 冰城吧 称冰人 也说不定 因为冰城其实 你记得我们去的时候 他们不是有说嘛 他们分成就是北海跟冰城两个 啊 冰城人已经有时候 不想要承认北海 北海人是冰城人了 那你现在搞到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要怎么样称为 称他们 那他们这个联邦区嘛 然后他们自己就会 再取得一个联邦啊 然后 这个联邦的话就改名哦 如果他这个联邦叫什么 呃 不懂叫什么名字 就叫什么名字哦 就叫什么人哦 那你到最后嘛 不是一样 那倒不如你就让他们安详的 这样子度过那个 这个是正是需要啊 就让他们冰城 继续是冰城 就不要搞这么多的事情了 这个是正是需要啊 那不然你搞到以后 我们的后代要怎么样 呃 这个地方以前是叫冰城的 那现在已经改名成 别一个名字去 嗯 那他们历史又多了一些东西了 对啊 你就多几个嘛 这个通常这个历史这方面的 都算了算了 很多都是改来改去的啦 所以马来西亚还多几个历史可以写啊 呃 不过呢 这个我们来转个焦点 试试看一下 这个土著团结党和伊党吧 那土著团结党 这个这个 呃 马哈迪呢 之前就有说了 不屑跟伊党合作 反正伊党这个老顽童 然后就是要 就是不一定要伊党 我们才可以更 才可以更强大 反对党才会更强大 但是呢 这个土著团结党的宣传主任 那都喀巴鲁丁呢 就说了 这个土著团结党 已经跟伊斯兰党的合作框架 很快就可以达成定案了 那这个土著团结党呢 和伊斯兰领袖呢 最近就开会 并且要宣布这个 两党呢 将在近期内呢 签署政治理解合作 和框架的协议 以共同面对第十世纪的大选 不过伊党方面 最后就想到就是有说 这个合作呢 其实还没有到达 最后的一个定案 那根据这个两党的下一步 会是怎么样呢 这个卡马鲁丁呢 也说了会再次就是 再去洽他啊等等的 那这个伊党呢 其实之前就有说了嘛 要就是处这个公正党 还有这个土著团结党呢 退出这个西门 那你退出这个西门了以后呢 你才可以 对退出西门以后 加入伊党主党的和谐联盟 他就说 你这个伊党现在主党 这个和谐联盟 那你们这个土著团结党 还有公司党就加入我们 我们背弃这个行动党 我们背弃这个 这个还有另外一个党 叫什么 哦 诚信党 对 那这个 这个伊党的副主席呢 他就说了这个 如果呢 战野党就是由伊党来主导的话呢 将会有更大的机会去击败国政的 我相信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呢 很有可能就会 触发到了其他的这个政党 包括行动党还有诚信党 就觉得说 这个是被left out的 当然我相信如果诚信党的 诚信党的 跟这个行动党如果真的是只剩下他们的话 确实是挺可怜的 而且而且要看到 就是这个 如果是这个伊党 土著团结党 还有公司党 加联盟起来的话呢 我相信这个他们会丢失很多花人票 是 而且他们已经 说好了不要有三角战嘛 对 而且如果你这样子丢失他们的话 他们还是一样会要出来啊 出来的话你不止三角 可能就是四五角战也可能啊 这是肯定的嘛 对啊 那你搞到的东西 那你不是直接的 就是你想要打败的那个敌人 就是可能是他们大家共同的敌人 就是国政嘛 那你就直接就是 共手把那个习惠让给国政啦 是啊 那这个其实搞不好是一个阴谋的 就是我让给国政 结果国政就下一次再给我一点甜头也好了 当然这个只是阴谋论啦 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但是呢如果这个党合作的话呢 确实 为什么嘛 因为其实这些党人 他们在这个联盟里面呢 都是有各自的岗位存在 像是行动党人 他们就是这个特别的就是 华人的选区嘛 那公司党是混合选区嘛 那这个存信党呢 其实就是马来选区嘛 那他们现在与一个三加一的形式去合作 这些他们在他们这个合作 是土著团结党 就是跟他们一个合作嘛 西图联盟 对西图联盟嘛 这个西图联盟加在一起的时候 确实可以赢得更多的马来票 但是他们赢得马来票呢 是不是可以比伊党的更多呢 其实这个伊党它算是一个 怎么说 它算是一个抗鼠山羽 但是你又离不开它 因为你如果离开它 很有可能你会错失很多马来票 那你的这个 这个席位呢 可能也不保 因为毕竟伊党它是占有一定的 占有一定的席位的数量的嘛 所以呢这个反对党呢 其实最尴尬的应该 目前我觉得是这个 属于掌控所有各个在野政党的 这个公正党 毕竟它也比较难做人 费库的拥肯物 五个小学党 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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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